哈囉 今天擺盲之中很早就被你破梗了 對 感想藏起來了 哈囉 兩位你好 請上台先 你好 今天好像帶來一個禮物喔 哈囉 欣妞媽你好 張宇你好 媽媽今天有SEDO 是有SEDO 我們靠過去在你那邊 那今天兩位手上帶了一個禮物來 那張宇可以告訴大家 這個是什麼禮物呢 大家應該可以看到這是一個家 對 就是其實我跟正廷蠻常在探討 就是到底什麼是家這樣子 就是對 你所謂的家 你所定義的家是什麼這樣子 那我希望就是這個全新的謝正廷 可以找到一個心目中理想的家 對 送給他 所以不管你的家的定義是什麼 你的家張宇就送給你 那媽媽心目中的家應該是怎麼樣的呢 或者這份禮物是什麼呢 謝謝媽媽 心目中的家就是充滿了愛 然後這個是全新的家 接下來我們一家三口要全部住在台北 一起過生活 我很開心 也是正廷送給我的禮物 謝謝 那你今天看到正廷的表演 你覺得心中的感覺 覺得你兒子這麼多年來 而來歌唱 他在你心目中 現在是什麼樣的禮物啊 現在 對 已經閃大了 那這個家呢 希望你想要住的人 通通在這個家裡面 那張宇可以分享一下 你覺得謝正廷會想要什麼樣的家 這個家應該是怎麼樣子的 我覺得 我覺得就是可以完全讓他做自己的一個地方吧 可以快樂 可以悲傷 什麼都可以 就是會有人陪在他旁邊這樣子 就是會有家人在的地方 那你覺得這個家裡面的成員 除了你們三個之外還有別人嗎 我們還有一個弟弟 還有一個弟弟 所以是一家四口喔 就是搭弟弟小 他11歲 現在來國二年 對 他之後也會搬上台北一起生活這樣子 那我未來這個家 張宇 你有什麼樣的期許 有時候我們現在在聽呢 有什麼樣的期許啊 因為我現在看到這個家就是灰色的嘛 然後紅色的桌子 我覺得應該可以多一些繽紛的植物 所以希望種一些盆栽樹 就是希望有我們的存在 可以讓他整個人更繽紛這樣 哦 更更更 正廷聽到了 更有活力一點 更有生命力一點 對 信生命 對 哇哦 那謝媽媽 你有什麼話 要給正廷這個家帶來祝福呢 就一起 就一起 就一起努力 然後每天 健健健康康開開心心的鍋椅子 大家開心 想做自己做的事情 身體很健康 沒有病痛 那就是最完美的家了 那 謝正廷 你覺得這個家 應該有什麼在裡面呢 剛剛講啦 有繽紛的色彩 有很多人有新生命 有媽媽 健康的弟弟 還有媽媽 那你覺得還有什麼要加進去呢 嗯 還是你對自己有什麼願望有沒有達成呢 我現階段的願望跟目標有三個 第一個是我希望可以 因為我媽媽她剛就是 做完那個cancer的手術 對 然後其實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契機 就是 因為我自從18歲上台北做音樂之後 我年輕就頓時比較失去了她的精神支柱 她就在南部 這一點我一直非常愧疚 然後是一直到我母親住院 然後 我們 要互相重新認識 認識彼此 我覺得很難 但是 我覺得 跟母親 已經可以是像朋友這樣子相處 然後 我們每天都會寫交換日記 哇哦 分享彼此的 喜怒愛樂 誠實地 面對彼此 對 我覺得這個凝聚力很重要 然後 我希望可以先幫母親買一台車 先幫助母親就業 然後 接下來 我伴侶也會有她的音樂事業要開始即將展開 對 然後我也要努力的往前 往前撞了 因為我覺得 之前的憂鬱症最大的原因是因為 真的是沒有這個家 導致那個病情會加重 但我發現我母親跟我們一起生活之後 這些東西都不見了 我反而有非常多的力量 我有了一個很想保護的人 所以我變得無比強大 對 所以 謝謝媽媽 謝謝張宇 希望 你弟弟應該很快就過來跟你搭一起住了 對對對 對對對 所以謝謝媽媽 這個是一個完美的事情 你也是一個重生的 reborn 你戰勝了最討厭的 那個生病的戲劇 然後現在 有跟正廷還有章魚還有滴滴住在一起 接下來我們一起強大 一起打到這完美的家 嗯